大家好,我們是港式多史 港式多史是一個致力推廣香港文化和歷史的專業 我就是Godfrey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就是香港的飲食文化 今天和我的拍檔有Heidi 我先問Heidi聽說你家裏是做飲食 大家好,我是Heidi 忠所周知,我在餐廳之旨 以及盤賽之旨 其實於我而言,很難說到什麼叫做一個香港菜 因為你一說香港的飲食文化 第一個想起的東西就是蛋撻 然後保持著想起不同的食物 其實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定義是香港的原始 所產生出來的食物 所以你說我最喜歡吃的 在香港才吃到的東西,我會說蛋撻 但是它是否一個香港菜 或者是香港菜系呢? 我就不懂回答了 我們不需要自己猜猜一下 今天我們請到一個嘉賓 上來和我們一起討論一下香港的飲食文化 我們又請Samuel 不如Samuel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Samuel 其實我現在正在英國讀博士 我自己主要是研究 我是讀人類學的博士 我主要是研究茶餐廳和人情味 茶餐廳這個題目我已經做了很多年 都叫做三四年 不過我現在就想把我的焦點 轉到它的下一步 就是例如人情味 或者在餐廳裡大家可以有的關係 其實除了茶餐廳之外 其實都要授業其他不同的飲食文化 就是香港的 因為都要看不同的書 以前的人寫過什麼 所以都認識一點 就不太認識多多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那你夠謙虛 那我們就先問第一個問題 剛剛Heidi就有個問題 究竟什麼是香港的菜式 或者什麼不是香港的菜式 甚至我們可以問一下 其實香港是否可以說上 是有一個自己的菜式 這個位置是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發覺 例如很多時候 我們有些外國朋友來香港 其實我們都會很想介紹一些 香港的食物給他們吃 你來到香港 你一定要試些什麼 可能我們的人就會說 你不要吵吵 淡仔 再年輕一點的人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說 其實這些東西是些什麼 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叫他做一件事 叫做香港野食 對答的時候 我們都會這樣說 他叫做香港野食 但其實我們對於什麼叫做香港野食 其實我們大概有一個概念 例如茶餐廳是香港野食 車仔麵是 大排檔是 菠蘿包是 但為什麼我們會用香港野食去說 而不是將它證明做香港菜呢 其實要用這個菜字 這個東西是有點問題的 因為其實本身 由它英文 它轉了去中文 然後人們用菜這個字去說 Cuisine 其實是有點難的 因為我們菜這個字 和菜字是不同的 之後又會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是在想一些 可能是比較高檔的食物 但其實本質上 一個Cuisine 其實沒有分高與低 也沒有說 一定要有大排檬值 這樣才是叫做一個Cuisine 所以我估計這個位置 也是令到我們會有些 宜礙我們去想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自己近來 當我要去寫我自己的博士論文 或者我自己的功課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開始在想 為什麼我們以往都會 用香港的食物去說 香港有的食物 或者是一些 我們不能把它分成中式菜 或者西菜 或者其他菜裡面的食物 我們就叫做香港的食物 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因為很多香港 我們地道的食物 那個原始都比較草根 那隨著時間改變 香港都叫做一個 挺富裕的社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於一個菜式 是一個基本的 不要說基本 我們香港人對於一個菜式 是有一種期望 是要出的廚房物 是要出的廚房物 大家的期望 是覺得它要比較高級一點 我們不能改變到那個事實 就是其實香港以往的 一些香港土生草醬的 一些飲食的一些食物 其實它是 真是一個草根的 origin 那我去說 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 叫做香港菜 其實就是 一種新的東西 就很難說 因為其實外國 例如法國 或者英國的時候 其實他們香港的食物 他們已經是先用香港的食物 但是香港人 就好像 不是很想這樣標籤回香港的食物 其實我自己 都不是說要提出一個 很政治的一個方法 去把它分類 而是我純粹想 systematic 去把它organize 回到一起 香港的食物是說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要叫它做香港的食物 而不是叫它做香港的菜 或者是香港的菜 究竟它裡面 再分類的時候是怎樣呢 因為我自己 就在做茶餐廳為主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都會對於這件事 有些比較新的想法 所以我也有把這件事 再看看外國的不同的個案之下 是怎樣運行的 香港的菜 或者菇仙 是一些比較草根的食物為主 但是其實我想到 東南亞其他地方 有些情況都是這樣 例如台灣菜 都是滷肉飯 或者街邊滷味 你不會幻想到台灣菜 很高級去到酒店吃 或者我們之前說過的新加坡 其實它那些很地道的菜式 都是Hot Cut Center 那些熟食中心那裡的小食 才能代表它那個國家 或者那個地方 這個問題就是 要成為一個菜系 那有沒有什麼必要的條件 會不會說 那個地域的限制 你一定要一個地方 我可不可以說 元朗有元朗菜 或者長洲有長洲菜 還是比較大一些 或者一個統一一些的地方 例如香港 又或者會不會 就是那個民族特色 要出現出來的呢 就是可能 我不知道這樣說 可能日本有分關東關西 可能它那些人的性格有些不同 那會不會這樣分 有關東菜 關西菜之類的呢 就是我自己 比較想得久了 一點點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說什麼菜 什麼菜 其實我們都是現在 一個很 national level 就是我們可能說 日本菜 日本菜 中菜 或者等等 但是其實 如果有一些 可以飲食研究的 那些 我叫他去到泰斗 可能以前 一些很有名的飲食學家 等等 其實它都說 很多時候 national cuisine 是一個 national construct 什麼意思呢 其實它是一個國家 它要將它 nationalize 它要將它 變成它國家的東西 所以它就會將它 強行統稱為 一個日本菜 這樣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日本菜 其實會有很多 在這個菜系裡面 的一個很 odd 所以其實就會發現 是否真的有一個 national cuisine 其實就不一定 但是它自己就覺得 什麼叫做 cuisine 其實對它來說 那個重點是一個 社會上的一個根基 很粗略地翻譯它做中文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就比較認同 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那個重點 其實不是在於 究竟一個要由上而下 一個政府 或者一個 可能一個 authority 去跟人說 我們有香港菜 其實不需要的 很多時候 它是透過一個 social route 大家慢慢去變化出來 變了就是 大家社會 有一個 social fact 就是說 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它分 就是如茶餐廳 它進不了去中菜 西菜的 category 那 在香港 我覺得七八十年代 已經開始出現了 當然以前的人會說 例如茶餐廳是去喝西茶 但是這個是 另一套系統去想的 因為它 就是宣布著 喝中茶 喝茶 但是其實 基本上 其實 香港的一些飲食文化 由七八十年代開始 其實我們已經是 把它放進一個 separate category 只是在於 我們一直沒有認真去想 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 以前我們去討論 香港的食物 或者香港的茶餐廳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個想法 就是它是一個hybrid 就是它是一個混合出來的東西 混合出來的東西 很多時候 其實我再去想 其實茶餐廳 其實它 不正是一個hybrid 那麼簡單 其實它是一個creolized 那creolized 和hybrid的分別 就是 hybrid就是 A加B 那就變成了 一種新的東西 但其實它多時候 它都會用回 A的名字 但是creolized 就是A加B 最後變成C 那什麼叫做A加B 然後變回A 就是 例如港式的粵賽 它本身 已經是屬於粵賽的系統 它來到香港 我們有些 localization的過程 那麼 它就會流回 它都是粵賽 但是它變了港式粵賽 但是茶餐廳它很有趣 或者很特別的位置 或者其實很多 我現在稱之為 香港菜的就是 它來到香港之後 它有些元素 是在外地的來到 但是它在香港之後 它慢慢變成了 它自己 製成一派 或者製成一個名的 一種食物 其實這件事 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普通的 一些情況出現 例如說 澳門的土生蠔人的 菜式 然後例如說 馬來西亞 新加坡的 一些土生華人的菜式 美國 新奧爾良州的一堆菜式 和美國的一些 叫做 soul food 或者做中文 靈魂食物的一些 菜式 其實都有的 所以你說這件事 是不是香港是很特別呢 又不是 而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地方 都會有一個叫做 Criolize出來的 就是用了世界各地 不同的東西 加起來之後 變成一種新的東西 香港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 我們的發展 其實全部都是在家裡外 就是看到大部分 如果是香港的食物 其實我們暫時會看到 其實它都是在街上賣 但是外國的 就很多時候 其實它是在家裡 發生了之後 拿出來買 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在這裡 我突然想拆開一個話題 既然Heidi 是這個茶餐廳之志 那你會不會知道 茶餐廳和冰室的分別是什麼 或者有些什麼食物 是茶餐廳會買 還是冰室不會買 因為現在很多那些 就是新的茶餐廳 都會叫自己做冰室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懂得分嗎 Heidi 是不懂的 那Sammy有沒有一個 怎會懂的 可以教導我們的答案 簡單地說 其實現在這個 香港社會 基本上沒有冰室 因為其實冰室 如果我們真的要很 很教條主義地去理解 冰室應該只有飲品 還有一些很簡單的熱食 其實它最主要當初那個分類 沒有茶餐廳之前 其實全部都是冰室 其實它那時候 主要是售賣一些 本身已經pre-code了的東西 那什麼叫做pre-code呢 例如火腿通是ok的 因為你有一堆東西 你一堆東西 你一堆東西 那之後有人叫 那你就不下去 那這就是以往的一種做法 那但是 隨著時間改變之後 在牌照上就出現了 所謂的茶餐廳 那就是因為 它就要開始提供飯 那在以往香港 就是這個 我也不知道那個叫什麼 衛生局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喔 結證局 結證局 其實在它的眼中 就是飯 你賣得飯就要賣肉 那你賣得肉 那你要做的東西就多很多 那同時間 你的衛生標準要做得好些 那所以就會出現了兩個牌照的問題 那所以之後就會變了 就是有 現在我們這個叫做 茶餐廳牌 就是60年代開始 但是其實現在去到現在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了這個冰室牌的 因為其實沒有人會 只會買一些pre-code了的食物 因為這樣是圍不到皮的 現在其實再加上 以往那些pre-code的食物 其實它只可以在一個 準備了的情況之下做 那所以其實它不可以當場 炒東西 就是那個明火煮食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現在你看到 就是無論它自己叫做冰室也好 茶餐廳也好 什麼什麼都好 其實它現在所有人 都是拿著大牌 就是拿著一個 用明火煮食的牌 那就可以賣飯的 那它如果決定不賣飯 就是它自己的選擇 那但是這個大概 其實好像茶餐廳開始 就大概六十年代開始了 那我就想起 就是呢 講到香港的食物 是可能比較草根 或者是街賣出來 之後才進回家 那但是會不會有些情況 就是可能不同地方 都會稱呼自己 是那個菜系的根源 就是我想了一個例子 就是菠蘿包 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是香港的東西 但是廣州又會有 是他們才有菠蘿包 那但是其實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香港菠蘿包 可能就像你這樣說 是跟廣州一開始的關係 都覺得後來已經關係比較少 那樣 我猜那個位置就是 究竟它在那個 形狀的時刻 裡面究竟在哪一個開始 以及在哪一個地方 慢慢變成那個社會 就是以我剛才的語言 那樣說 不要說菠蘿包 其實蛋撻都有很多人說 是廣州來的 因為很多人都說蛋撻 就是它 就是它 遇上了英國的那種 custard card 然後就會有那個餅皮 就是我們所謂的曲奇皮 它們行內叫做 拉蘿 那之後就 將裡面那個餡 就變成廣州的燉蛋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是不是在廣州來 但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 它從哪裡來不重要 重點就是它之後 在哪一個地方發生 就是很簡單這樣說 就是例如說 意大利粉 它的意大利粉 是從中國來的 就是那個年代的中原地區 但是你不可以否認 意大利粉是意大利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的重點 就是它不是在哪裏開始 它之後在哪裏發展 而在它發展的過程裡面 它怎樣跟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local population 去聯合 慢慢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才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至少對於香港人來說 菠蘿包很難不是香港的 那你說對於廣州人 是怎樣看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就很多年沒有去過廣州了 小明上說 我們都要給它一點時間 大家給點時間 這個呢 我覺得和大家去想 怎樣為之一個賽系 其實都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從來去想 它是不是一個賽系 好像我一開始這樣說 都會去想 我不知道它的原始 就是仿佛的原始 是比較重要 但是Samuel剛才就是 將整個發展過程 中間這個過程 就是放在一個重點 那其實是否就是 只是香港這些這麼特別 就是你剛才說到 hybrid這個字 的situation 才會導致或者是 引育出這個過程這麼重要的想法呢 那個時間點放到幾長 因為其實 在學術研究上 飲食上面 至少沒有東西不是一個hybrid 就是意大利菜是一個hybrid 日本菜也是一個hybrid 中菜就肯定是一個hybrid 因為它都溝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只是在於 你怎樣把那個東西 擺在一個怎樣的時間線裡面 那我不可以否認 就是香港這個地方 香港一來它的歷史比較短 就是不可以否認 先不要說 1841年之前 我們有 Dexer很喜歡說的那些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事 但是1841年之後 其實跟我們現在的生活 才有directly的relevance 所以其實 香港的發展比較短 再加上香港 真是再vibrantly develop的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 不可以否認是戰後的事的話 其實整個香港的飲食文化 至少現在流到現在 是比較短暫 而且是叫做年輕一點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看回 其實我就用意大利菜的那個為例子 其實意大利 例如說番茄 和例如說 剛剛說的麵 其實它們都是後味import進去的 找origin這個問題是找不到的 因為其實這個世界 它是continuously 去不斷地有migration 不斷地有人去跟其他人混賣 即physically和文化上都是混賣 實際上它到頭來 那個origin在哪裡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人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但是只可以說 因為香港我們的那個年期比較短 所以我們可能會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那個origin 但是其實到頭來找到那個origin 是怎樣呢 因為其實你找到那個origin 其實它也是混賣出來的 那你又要再向上 即是你只是一個不斷地向上求 然後你不斷地假設有一個 軟身的東西 所以我後來就把焦點放在發展那裡 所以就可能是 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選擇 我覺得想追求一種origin的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一個比較 情感的發展那裡 這個有一個例子可以說一下 就是羅宋湯的例子 那就是眾所周知的 香港的羅宋湯和外國的羅宋湯是不同的 那我好像Samuel那樣 即是本身我們講識多士 有一篇文是講羅宋湯 但是那個approach是 即是順事序 那我現在是逆事序那樣說 那香港的羅宋湯 怎樣來到香港呢 那其實是由一班上海的俄羅斯人 帶來香港的 那他帶來香港的過程 其實也用了一些 上海有白菜 然後香港有小白菜 那其實他們在用的材料上面 是有一些變動 所以來到香港就變成了有一些俄式的餐廳 即是好像皇后餐廳 都還是一些俄式的西餐 那就去處理了一個 港式的羅宋湯 羅宋湯不是上海 那些俄羅斯人 為什麼去了上海呢 就因為在1920年代 有一場俄羅斯的內戰 叫紅白大戰 紅就是共產黨 白就是反共產黨的人 白那群打輸了之後 就流浪了去中國卡爾濱 然後去了上海 所以他們也是這樣帶過去 即是上海 但是 再推前些 那其實 羅宋湯也不是 完完全全是現在的俄羅斯去發明的 是再早些 有個叫做基庫羅斯 即是現在的烏克蘭 那裏找到 但是再早些又會有呢 那其實 問題就是這樣 你推下去 基庫羅斯已經是 可能十三十四世紀的東西 那你再推下去 就 不知道推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 想回究竟 港式的羅宋湯是怎樣來呢 那就是一個人口遷移 加一個文化遷移的過程 所以就是過程是重要過 那個起源 因為基庫羅斯 其實我想都應該未必是最早的 可能再早些 會不知道有些什麼地方 或者是他有些什麼 當地的送菜演變 那樣的樣子 那所以這個case 就是可以反映回 其實香港 雖然歷史是短的 但是其實他的食物的歷史 要推可以推到很遠 可不可以說是很難找到呢 我覺得有點無底心 談 其實俄羅斯的問題很特別 因為俄羅斯 有些飲食的專家 也有研究過 就是俄羅斯 他怎樣去理解飲食文化 很不同 他是不斷把他侵佔的國家 或者侵佔的地區 的食物變成自己 例如剛剛你說 羅宋湯 我們現在會覺得是俄羅斯 但是其實烏克蘭人 其實他自己也覺得是 羅宋湯是他們 但是因為他們被俄羅斯的所謂人 都佔領了很久 或者是控制了很久 其實他們連那個語言 他們叫羅宋湯 都是用俄羅斯人的字去說 所以這件事是挺有趣 大家知不知道羅宋湯 其實就是 現在我們香港喝的羅宋湯 大家如果有去過花園餐廳 都有喝過 都挺像中湯 但是他就下了很多茄膏 其實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 就是俄羅斯的羅宋湯 第一就是要有羅宋菜頭 而在香港是很貴的 二就是俄羅斯的痴線路 喝羅宋湯是會加乳酪的 不是加乳酪的 就是一碗羅宋湯 然後旁邊還會有乳酪 讓你加進去 因為我之前有個同學 就是乳酪就是乳酪 他們現在吃很多東西 都會不斷地加進去 其實剛剛Gothrid說的 其實也挺有趣 因為其實經過那個 逛逛的過程 他們要不斷地去篩選一些東西 去留 有些東西是去走的 例如可能用沙爹為例 其實沙爹它經過在東南亞 然後潮州人 海南人的千輩裡面 其實它整個製作方法 轉了很多 它剔除了很多貴價的材料 而同時間為了他們要搭船 他們將很多東西炸了 然後可以容易保存 所以其實它之後變了出來 我們現在有些時候 我們會覺得是潮汐沙爹的東西 其實它的味道 和你在馬來西亞 或者新加坡吃到的沙爹 是很不同的 因為它裏面的做法 它裏面的材料 其實全部都不同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其實可能人類處理食物 其實是大同小異 給一個很無聊的例子 就是可能不論是美洲的人也好 或者歐洲的人也好 亞洲的人也好 看到一隻雞 也是會殺了它 然後就這樣燒來吃 我很難說 燒雞是美國的食物 可能因為你 在同一個時段 因為那時候 可能溝通不太方便 在非洲也有一些人這樣做 會不會有些情況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 人類普遍處理食物的行為 而不是一個文化的交流 你會否記得我說什麼 我會以為你是想說業製品 我沒有想過中間 會把殺雞的過程 是一個烹調 不是會燒起來的 就是炒烤 我大概明白你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簡單來說 那條意思就是 世界上有的食物都是那些 我們都是有那些動物 應該除了澳洲之外 都沒有什麼地方 是有個袋子的 那些有袋子的 我們就不會煮 不會煮 但是澳洲 他們自己的人都殺到 有一隻叫代狼的 沒有了 然後現在們的科科科家 就說想想要他 就好像一個有幾公園 奧洲丹斯曼尼亞 把他製 Alya 做給他 到杜料 還有個個隻,老闆 還有個袋子 我都不知道為何凡多東西 還有個個女生 男生都有 但是回到過頭 我覺得其實雞 Rolls 全世界都是 但是 但是你说烧鸡其实真的没得说 因为烧鸡这个方法真的很基本 因为其实一些很旧式的人类学家 他就会说烧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将那只鸡由自然变成文化的一样东西 因为你是透过一个将它转变的一个行为 来将它可以摆在你的口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成不同国家 或者不同人的一个饮食文化 其实很多时候就不是只是烧的过程 而是它整体把它放进它的 context 它怎样去吃 它怎样去煮 它要加些什么下去 这个会是可以比较的一样的一样东西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那些东西才是会真正的 社会特别或者文化的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 就是日本人是向另一个方向走的 你说全世界人都要烧鸡 日本人是要反过来的 他就是要把东西烧烫 然后放在这碗饭上面 其实他是和这个世界想着 怎样去是文化 饮食这件事情 是以一個相反的方向運行 你說它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看過的 但我不太記得 但是有人研究這件事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大行其道 我們現在都是說有東西在那裡 那你當然煮熟了它才吃 但是日本其實過往這麼多年來 它都是反轉一個方向 我們要將那樣東西留回去 越生越好 那是怎樣運行的呢? 那裡面的理論是怎樣呢? 所以人類都挺有趣的 你講到日本的那些生歐歐東西呢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本書叫《餐桌上的日本史》 它正確有講到為什麼日本會生歐歐 也有講到日本其餘並不是生歐歐的東西 其實它的來源都會是和中國飲食文化有關 之後它又有再和葡萄牙荷蘭人的飲食文化 然後再有交流 那我覺得挺好的題 但是現在就回到整題了 是 我想回到香港先 因為我們最早講過了 香港的一些食物都是一些比較草根的食物 那其實會不會跟香港戰後的環境 或者戰前的物資比較頻乏有關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也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喝維他奶 或者那些煉奶的東西 當作是一個調味 或者維他奶是一個純粹好味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 很多人當作是一個營養的補充品 會不會就是 其實以前因為香港比較貧乏一些 所以就是很多基礎的食物 都是一個香港的食物 或者有些國家在那個時候已經是比較發達 比如歐美、英國 它們可以比較容易發展到一些高級的菜式 成為它們的滑仙 而香港就因為比較後進 所以就沒有這麼快發展到一些高級的菜式 作為一個滑仙 我又覺得你說到這個營養補充的東西 其實就是除了你剛才說的 歐牙田、煉奶 其實我爸爸就是小時候 是沒有這些配方奶粉去喝 要去那些救濟會那裡 拿煉奶、開水、喝而長大 但是你說到會不會西方會早些呢? 其實有可能是 就是我們看回好立刻 好立刻其實都是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傳入香港 但是其實它再早些 就是1870年代 就是比香港做一百年左右 其實就已經有好立刻 而它的起源 其實就正正和香港為什麼會有維他奶 一樣就是希望幫BB作為一些營養補充品 跟著還有作為軍隊的補給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世界各地 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其實都有為了作為補充營養 只不過大家所需要去食用這些產品的時期 不一樣 那前前後後可能差了百幾二百年 香港菜 就是我們可能 可能腦中的車仔麵那些 其實本身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發覺近這幾年 有些貿易開始把貴價食材加進去 然後就開始變得很貴 可能變成百多元碗 二百元碗那樣 那會不會有朝一日 香港的菜式可能有什麼魚蛋、燒賣那些 都會變得很昂貴 可以成為一個商品的一個菜式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一開始有功能用的 例如可樂一開始是一個醫療用品 一開始是千里的用品 Daniel Miller他有研究過 也是一個很出品的營養家 然後你例如說Horlick等等 都是用來補給等等 其實他一開始都是一個很功能的用品 其實這個是很多時候 一種新的產品出現的時候 它是這樣的 剛剛哥肥也有說到就是 其實我們的很多時候 這些香港的 我自己還叫它做住香港的食物 其實它一開始都是一個很功能的用品 就是它又要提供一個很飽的 一個餐飲經驗給普羅大眾 但是又想提供不同的選擇 所以它就會比較草根之餘 但是它又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是其實 它很普遍在一個食物裡面的時候 就是它 因為我覺得香港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香港的運動性很快 我們香港的運動性 現在你去到茶餐廳 你都會看到一些有錢人在那裏 我以前做茶餐廳的時候 都會有些人是 他後面有整棟樓是他 但是他每天早上八點半 他一定會有司機 拿著一輛港牌車來 就坐在這裏 Alfred那些 就坐在那裏喝茶 每一天 就是風雨不改 但是其實這件事 在外國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其實在外國的飲食 其實裡面大部分的時候 他們是很class based的 就是不同的階級的人 會去不同的地方飲食 但是香港呢 它就很奇怪就是 因為建基於我們一個很快的 向上社會流動 很多以前 就是我們父母的那一代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年輕的時候 都所謂叫做危過 或者窮過 但是其實他們的那個 飲食的概念 是沒有變的 他們這麼多年之後 都是想喝那些東西 吃那些東西 所以就會造就到 其實現在我們 好像叫做一個很大眾的飲食文化 就是因為 無論你有錢還是沒錢 你都會去喝一杯奶茶 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個和香港的戰後發展 都很有關係 因為其實香港的戰後發展 有很大的一個增加 一個經濟 但是同時 就是大部分 地區的人 其實都是 中國人 其實我們也是 以一個本身 比較草根的方式去長大 所以其實和這些飲食 就會很直接 但是這些飲食 去到現在 我們一個比較富裕的社會的時候 它又要繼續生存 在一個商家的概念裡面 它就覺得自己很聰明 就加一些很有趣的食物 就是我不知道 Goffrey剛剛說的 那些很貴的是什麼 就是可能加隻鮑魚下去 我也沒有話可說 對於我來說 我就覺得這件事情 是不合理的 因為其實茶餐廳 或者是 車仔麵 它變得很 高檔一點點之後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不是車仔麵 我們只是在吃一個 車仔麵的不同 所以其實我們心底裡面 我們implicitly 其實我們都是一套 覺得怎樣為之茶餐廳 怎樣為之車仔麵 當然這件事情 都是很dependent 我們在哪個 一個generation出生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一個可能中年人 他現在吃車仔麵 其實他是覺得喜歡車仔麵 但是他 因為他的社會階級 他上去了 他不會想下去 商家覺得 要幫這些 已經向上流動了的 阿叔 他從事他以前的方法 就只有跟著他們的部分 這樣就將他那件事升級 所以可能在那個年齡層裡面 他們覺得 這樣是OK 但是可能對於我自己 可能我會覺得 可能我比較教徒主義 或者我對於什麼叫車仔麵 什麼叫做茶餐廳 情感上 我比較有一套 特別的想法的話 其實可能 就會不是這樣想的 其實在每一個不同的generation 我們對於同一個飲食的解讀 而這個解讀 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的發展 而有所分別 我又想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就是 你剛才這樣說 那些阿叔其實都是想吃回車仔麵 只不過 他現在要去車仔麵當 跟別人蹲 可能他覺得身份 第一不好 第二 他不喜歡那個環境 可能他以前小時候OK 但是他已經有錢了 他驕傲了 他不OK 跟著第三 會不會是他怕被人知道 其實他去吃車仔麵 未必是真的想吃那些鮑魚車仔麵 其實只是想吃那些紅腸車仔麵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了 他只會在高級食堂裡吃那些鮑魚車仔麵 會不會有些這麼無聊的情況出現了 這個都不無聊 是事實來的 我們的同輩經常去咖啡店 買40元杯茶都是這樣 那我不喝的 香港有多少人真的想喝咖啡 就不要玩了 你去40元 你坐那一粒鐘 有一半時間在拍一杯咖啡 那你過了那半個小時 就也是這樣 其實是不同的社會的情況之下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方式 去想透過你的consumption 去表現你的class 或者是表現你的富裕 可能他是這樣做 我們這個年代的方法就是去文青咖啡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理解的 是 Jogora 我們完結了這一集之後 沒有聽鐘 但是文青咖啡是不錯的 大家可以繼續去 有一個問題的 是的 不過我同意你講的分class 因為想起茶餐廳 或者港式西餐廳 雖然 allocating那個分別 或者真的西餐廳在香港 或者真的都是不同class的分野 是的 或是 aa 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 在講階級這個問題很有趣 因為外國人 人們都很喜歡說中產 中產不是 但是其實香港他說中產 跟外國說中產就很不同 因爲外國的中產其實是一個 家族傳證過程 是因爲有很多不同的conf generation裡面 那你已经是建立了一个中产的一件事 但是香港的中产是一个consumption 就是你可以透过你的consumption去购买力 你购买些什么 去显示你自己中产的一个行为 所以其实在香港一个这样的社会是很不同的 因为其实我很坏地说 也不是很坏是事实来的 我觉得大部分我们这个年龄 或者比我们年轻的人 他们的consumption是一个中产 就是他肯给40元去买杯咖啡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中产呢 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心思的问题 那你说透过consumption就代表你是中产 那你是不是真的是中产呢 那大家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而其实在他们去饮食的那个过程里面 是可以很直接反映着 究竟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 那就是例如说咖啡也好 去茶餐厅也好 但是其实茶餐厅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情况之下 就是在一个禁港透过购买力 去展示自己阶级或者自己的食物社会里面 他都叫做in some way 继续在这里 那为什么呢 那还是其实在我们年轻的人 或者再年轻的人 心目中茶餐厅的意义又有了不同的存息呢 那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茶餐厅可以36元吃个上餐 那他吃完个上餐 他才去咖啡买杯40元的咖啡 都是76元而已 如果你在咖啡也吃完那个意粉 那就是126元的 那所以其实是应该 其实是应该这样做的 茶餐厅吃个上餐 然后再去咖啡买杯咖啡 那你就可以 就是又中产到了 你的肚子又饱了 然后你又好像没有用了很多钱 其实是一个非常之 这个又挺有趣的 这个其实是在想香港人 究竟他怎样很 很instrumental 去做到很多东西 就是很功能性 一方面就透过吃 这个茶餐厅去饱饨 另一方面就透过买杯 那杯四人咖啡就去提升自己的教育 都挺适合的 数学神童的自由生命 但是我又想 除了说回现在这些青年人 我想跳回100年前 说回1920年代那些华人 或者有钱一点的香港的华人 其实他们某程度上 都是透过效法一些西方饮食 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是可能那个年代 喝咖啡或者吃巧克力 是一个本身是西人会做的事情 那些华人看到西人会做 其实这个情况不止是饮食 很多情况 很多其他文化的东西都会见到 例如运动 或者文教之类都会见到 那会不会就是香港 就是有一个mindset就是 其实我们是 怎样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是效化一些 就是西方的饮食 是的 其实这个很普通的一个情况 不要说100年前200年前 在加勒比海都是这样 因为近来我老板在看本公 加勒比海饮食的书 其实跟香港没有分别 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另一个世界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位置 因为香港我们现在叫自己做什么 就是国际大都会 其实香港实际上都很落后 因为其实我们还在做一些 100年前200年前 这个世界的人在做的事情 就是明明大家都这么有钱 明明大家都这么 都见识到这个世界 但是为什么 大家都还是很喜欢透过学习 就是不是学习 就是用别人的语言 别人的方式去提升自己 其实都挺有趣 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做什么 但是我想帮香港平反一下 这个我觉得似乎不是 只是香港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隔离饭乡的一个 我觉得是全世界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香港是很 很hyper地这样做 纵阳等等 其实香港是更加更深的 而且香港的那个 hypercapitalistic的一个社会之下 其实它有很多东西 是做得更加厉害 或者更加快 我们追得很快 假期那些东西就会没有了 但是其实别人那边 就可能那样东西是没有fade out的 但是我们是不断的透过 追求一样新的东西 所以香港的trend 是永远都有一个short lift 就是在说所有东西 我这个都是 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个是因为香港 又见基于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出现 因为香港真的是 它不断的 因为香港的整体的那个 改变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我觉得是很难追得上 还有外国根本就不明白 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在他们眼中 是没有什么可以这么快的 但是快这一样东西 会不会是这二十年 三十年才发生的事情 因为以我印象中 六十年代以前的东西 其实都是长长一点的 六十年代以前 其实因为香港没有 它仍然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你六十年代开始有轻工业 但是你之后去到八十年代 已经是变成了服务业 其实在这二十年内 有这个整体的一个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那个industrial sector的 那个工业转型 其实是很短时间的 一个大规模转型 其实这件事 在放租一个世界 其实都很难看到 就是我们本身没有轻工业 到整个世界都在做轻工业 每个都在说李嘉诚穿胶花 但是你二十年之后 全世界都不再穿胶花 每个都去摆桌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同时 这件事其实很影响 我们本身 去如何概念这个世界 和如何概念 我们自己的阶级 向上流动 和那个饮食 好了 那我们要跳到最后一节 这个年代 其实很多旧店铺会倒闭 也有不少是做饮食 例如茶餐厅 有些人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很不喜欢那些人去打个围照 就是帮他倒闭之前拍一张照 那样 都是送品 这个是送品 但是用另一个角度 其实香港的菜式 是需不需要保育的呢 就是有没有需要用到保育这个词 还是如果是需要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应该要做些什么 还是单纯只是吃多些 我自己个人本身 对于保育这个词 我都有些 有些强 因为我自己觉得第一 你要讲保育 就是他已经在死了 你死了才来保育 其实从来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将死之仁 你要搞他 他也是要死的 所以如果要说保育 要说得出保育的时候 那就糟了 就是茶餐厅说要保育 那我就行 那我就很想死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 保育这件事 其实香港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 因为外国没有那么多人说保育 香港是说保育 说得好像 打到天上有地下舞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香港 为什么经常会说保育 这件事 因为香港 其实都回到头 就有点像 其实香港的改变速度很快 然后每几年 又会有一个新的 一个历程碑 或者新的情况出现 然后它就会令到 可能在 有各式各样的新东西之后 那其实香港的 转变速度又会加速了 保育 很多人说 但是其实 实际上 香港人去保育 这件事 其实本身香港人的 agency很低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保育说钱 香港人最多就是钱 但同时最缺的都是钱 而其次就是 我觉得 其实你说如果香港菜 这件事要怎么保育 或者怎么传承 我不会用保育来说 我会觉得 它怎么可以继续在香港 这个地方做re-imagine 或者re-produce 我觉得有一样 其实现在很好的一个 一个trend 就是我们现在开始 会多说一些 这件事 如何做 以往的香港食物 或者香港菜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在街边收买 例如说 不要说茶餐厅的食物 就是大排档 车仔绵 餐室 一些香港式的糖水 药脂金露 或者是菠萝包 等等等等 其实它本身都是一些 跟我们household 有距离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慢慢 你会看到 越来越多人 但是很想知道 其实如果 我自己想在家里做 因为可能是外面很油的 外面是少了这些地方 卖的 那我要怎么做呢 其实它会自己在家里 试怎么做 它会想知道 在家里怎么可以做到 其实我自己觉得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可以将它继续re-produce 和re-imagine的过程 因为 其实你只要将它 不断地将它 推广到不同的人 以及在household 在家里内内 都会有的时候 它才会 真的做到延续性 那本身这些东西是一个 在dine out 一个外食的情况之下 发生 那是否需要保育呢 如果我们只是以 保护为一个意思 是有机会要的 但是其实有些时候 我自己个人就很不喜欢 时代巨伦的那些 但是我自己觉得 不可以否认 因为我们这一代去想香港 和上一代想香港的方式 很不同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不可以有一个 collective的一个能力 去保护这堆东西 因为上一代的人 就是很遵从一套idea 就是东西要转 东西要现代化 东西要机械化 东西要科学化 我们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知道这件事 不是这样的 但是 是不是要那些人死了之后 才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又不是的 因为你又不可以否认 他们都是我们这一部分 那你怎样在两者之间 找个平衡呢 我自己觉得 其实将这件事 推移广之 自己在家里做 或者是大家会想多些 他怎样做 其实都是一个trend 或者是一个方式 去保护他 或者是继续他 因为其实我都见到 现在越来越多人 学习怎样自己冲奶茶 自己家里怎么做菠萝包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很有趣的方式去做 你觉得自己去茶餐厅 打工这个经验 或者这个做法 会不会都是 甚至在保育茶餐厅文化的一个方法呢 我就不叫他做保育 我了解而已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 我觉得茶餐厅 他那个 GIST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GIST 我不懂中文是什么 不好意思 其实不是在于他的饮食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 你见到很多题目 写茶餐厅与人情味 其实我自己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去一间茶餐厅 或者我们以往 对茶餐厅的一个理解 其实很多时候 他的食物真的很难吃 或者他食物真的很便宜 他食物真的很坦而无味 但是我在这里 英国有些香港人 就跟我说 我很想吃香港那些很垃圾的火腿通 其实他究竟是在认识什么呢 其实他在认识一种经验 他在认识一种熟悉的感觉 以及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觉得 一间茶餐厅的重点 其实不只是在于他的食物 而是在于他的一些环境 人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现在了解的是 一些好像比较 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也是一样 所谓我们想应该继续的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一些人会觉得 舊一些的餐厅 舊一些的餐厅 舊一些的那些人的感觉很不同呢 这一样的感觉上的不同 是什么 而这件事其实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不是真的 没了就无所谓呢 我觉得就不是 我觉得他们的重要性 我继续延续 某一样特别的食物的重要性 是同等的 甚至可能更高的 所以就是这样 同时我又想把同一个问题 就是问一下曾经 纳致去学充奶茶的葛飞丽 你又觉得自己当时 希望学充奶茶的原因是什么呢 純粹是 純粹是 我觉得 要外出买奶茶 实际上 我说回背景 背景 背景是因为那时候疫情 你要外出买东西吃 是十分之困难 但是如果你叫外卖平台的话 你就这样叫奶茶或茶餐厅 是弱智的 因为它会变成百多元 为了避免被老粒 所以我就决定自己 学充奶茶和咖啡 解决我这两个 对于这两个人类最伟大的 是你的饮品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又换个角度想 刚刚说到 其实茶餐厅最重要的 可能未必是食物 因为其实在这几十年来 食物的味道是一直在演变中的 因为我有个伯母也是做茶餐厅的 但是我妈说 其实去她那间店 四十年前去她那间店吃 跟她上年去她那间店吃 味道是差极圆 但是她也是会去那间茶餐厅吃 这个就是会不会是 其实不要说是保育茶餐厅之所以 可贵的地方是 可能会不会是她的风格 或者是她的功能 或者是她的 你所说的人情味 多过是那个食物 所以其实我自己学会 是没用的 因为我家里不是茶餐厅 我茶餐厅 我茶餐厅只是我自己 默默地喝了就算了 但是如果茶餐厅 我可以坐在这 就算是无聊也好 我是感受着 那个氛围 我猜 刚刚马克里说的东西 其实饮食这东西 食物这东西 从来她都不是 应该只是说 好不好味 饮食是一个 全体的经验 是一个 全体的经验 她在说 不只是 它好不好味 你和谁吃 你在什么地方吃 你在这里 建构了什么的回忆 你这个回忆 如何去认识 你接着去吃的行为 例如刚刚你说的 可能你家人 去同一家餐厅 她多少年去的味道很不同 但其实这个味道的问题 是很难解决的 第一 就是她老了 她的舌头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的 第二 就是 当年的功能 和现在的功能是不同的 可能当年 一杯领茶 是比现在的领茶很多的 因为以往的人要提神 现在的人不用 现在的人喝不到 现在的人喝不到 以往的奶茶是甜很多的 但是现在 没有人喝到那么甜 还会有些人要走甜 我是接受不了的 因为我觉得奶茶一定会有甜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 一方面 它有很realistic的一些改变 但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个人去perceive 一件事好不好吃 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改变 你年轻 其实跟你喜欢的人去吃 还有你现在跟你一个老夫老妻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爱的伴侣去吃 是两样东西 是不是 你去喝的过程都已经不同 你说是否这件事不重要 又不是 那你说是否就是 那些比较虚无缺 的人情味才是重要的呢 我都不能说那些才是重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 这个我经常都说 我觉得飲食或者食物 其实它的重点 人是寻求一种熟悉的 就是homeless 什么叫home 什么叫熟悉 茶餐厅它做到一件很有趣的就是 你可以每天都去吃 但是你鵝肝啊 鱼子酱你不可以每天吃 但是你就是透过那个不断地去吃 你去慢慢建立了那种熟悉的感觉 然后到头来 可能你去到外国 你回香港就快要第一样想吃的东西 其实它不是一样很贵的东西 但是它就是那样你很熟悉的感觉 就是 淡仔现在慢慢成为了这种新的可能性 茶餐厅也是 我自己就是吃茶餐厅 我回到香港第一部分要去喝 就是去喝杯奶茶 我自己觉得饮食 就从来都不是一个主观的好不好味 而是个重点是它熟不熟悉 或者它能不能给到一种安全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去完外国旅行 回到家 觉得老妈子煲的汤是最好喝的 但是objectively 老妈子煲的汤一定不是最好喝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味道是一部分 但是它不是全部 现在这个整体社会就是 将食物的整个意思 就这样塞在那个好不好味 那就是 但是你说其实他们是否不知道 食物以外有其他意思呢 又不是 只是在他们的传统里面 就会说很多是那种食物 我在想着 就是对于食物的情味 或者是回忆 这个想法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超级分享的感情 就是因为你刚才这样说 其实令我想起 普洛斯特写她的婆婆 或者阿嫲的蛋糕仔的时候 其实都是不停地提及 这个回忆的味道 那就是可能 我们现在想的餐厅 或者以前的食物 好吃一些 或者跟谁一起去吃的东西 好吃一些 其实好像你刚才这样说 就是跟那个食物本质 就已经没什么关系 其实也都带到去 你那个 就是PhD thesis的主题 就是那个人情味 但是又可以怎么样 正确认一下 或者可以分享 就是这个人情味 是怎么样来的呢 对了 Hidy说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因为可能我自己感受过 我自己觉得 什么叫人情味 但是很好笑的 其实我解释到 给一些外国人听 什么叫人情味 我用英文解释到 但是你问我什么叫人情味 我解释不到 他懂得到我说 究竟人情味是什么 但是他又知道 那样东西是什么 但是其实慢慢 我们都会有一些端例 可能无论是 就是我把它放在一个 华人讲什么 感情 什么人情的 framework 又可以解释到多少少 我把它放在一个 香港社会里面的方法 又可以想到多少少 我又把它放在一个 外国去理解什么 叫做服务员 和顾客的关系 他们的interaction 的一些东西 就会说到多少少 但是其实我猜 我到头来 都是想理解人情味 作为一种 既是一种关系 又是一种形容词 又是一种感觉 其实他究竟在讲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 其实很多时候 尤其是现在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都挺滥用这个字 但是他滥用 不代表他没有 他不是有一个功能 在那里 其实他在滥用 其实都是代表他的意思 有一种新的转变 那其实是什么呢 所以我也是想去 了解这件事情 而是的 我觉得回去有点 可能是因为我想研究 什么叫人情味 所以我去conceptualize 什么叫做 饮食和什么叫味道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都会有一个 就是觉得 味道是什么 不要紧 因为重点是熟食 你也是会去那间 很糟糕的茶餐厅 那里吃 因为你熟食 那为什么当初你会去吃 那当然的原因 已经解释不了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 是的 这个就是我大概 我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 上的一些东西 都麻烦 就麻烦回Samuel 和让Samuel知道 如果不是 就好像 用了别人的一些想法 一些想法 推出了出去 就不是太好了 说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人情味 这件事情 又令我回去想起 烧鸡的概念 就是会不会 每一个世界 每一个地方 例如 台湾的早餐店 阿姨 看到每个人一定会 叫她做英俊 我不太知道其他地方 或者可能日本的 那些拉面店 老板一定会和她聊天 人情味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世界共通 只不过是 人和人相处的方式 是透过可能 你的研究 在一个饮食的地方 发生 但是会不会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台湾早餐店 阿姨叫我做英俊 和奥偶的阿叔 叫我做英俊 其实分别是不大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真的很学术 就是因为 其实世界各地 都会有很多人去研究 他们叫做 sociability of restaurant 就是在餐厅里面 那些人究竟 如何去结交交流 传统上 欧洲的说法就是 餐厅是一个 第三种空间 例如餐厅 barbershop cafe 美国的研究 就是说 那种交流 就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方式 然后例如 韩国其实都是一种 类似的一种概念 叫做 其实他的汉字都是情 但是他就在韩文 如果你要文化了 就会 j e o n g 然后其实日本 其实他都有人研究过 他有日本人 有一个美国学者 其实他研究过 日本的角色各样的cafe 其实都是有 很多这样的讨论 但是我猜 为什么我要讲 人情味呢 就是因为人情味 他不可以否认 是一个华人的概念 他背后 embedded了的就是 华人如何去概念自己和他者 而这件事情 在世界各地 其实都很不同 当然我就好像转到很深 但是其实 你说他是不是没有可比性 就绝对不是 Gothrie刚才说得很对 他们是 in some way very similar at the same time 其实他们是 very different 因为我们怎样conceptualize 什么叫self 什么叫社会 什么叫community 的方法 在很不同的情况之下 已经很不同了 例如说 你刚刚说台湾早餐店 其实我本身也有想做一个这样的认识 我本身想比较 茶餐厅和台湾早餐店 但是其实我问过一些台湾人 或者一些大陆人 其实他们对于人情味的方式 或者用法已经很不同了 可能在他们眼中 人情味这个字 是偏向一些 讲人情世故的事情 但是其实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 有个人很有人情味 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 跟人情世故有直接的关系呢 关系是少一点的 当然你都可以说 我好像分得很小 但是不可以否认 就是因为他分得很小 而且因为建基于一个社会 慢慢的改变 那我们是会有一定的difference 是有他的可比成 但同时间都是不同的 但是Godfrey说的东西是挺有趣的 比较很简单 就是你每次去茶餐厅 都会被一些阿叔罵 然后你会去到台湾做餐店 都会被一些阿姨赞 亲身的第一身感觉 那应该Godfrey 你来帮我做了那份博士论 应该会轻松一点 如果我也想可以这样 就毕业我也想 如果是这样 我就已经不用在了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了 那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讲一些饮食的题目 都可能会请Samuel上来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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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